接着看到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在台九县 一辆载满世家的小货车好端端的停在路边 后方一辆黑色小轿车不明原因冲撞 货车上价值9万元的凤梨世家三落一地 而停在货车前方的白色休旅车也惨遭殖余之殃 货车上凹险变形而轿车上一男一女受到轻伤 正值凤梨世家产季 蓝色小货车停在坛商门口 将一蓝又一蓝的凤梨世家转货上车 准备再送到西部贩售 说是迟那是快 一辆黑色小轿车就在这时从后方直直冲撞上来 巨大声响吓得店内顾客高举双手 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事发经过 行驶在台九线上的黑色小轿车逐渐往外侧偏移 碰的一声就撞上货车车尾 由于撞击力道之大 货车上的凤梨世家全都散落一地 成了稀巴烂的果泥 有惊无险的是一旁正在挑选世家的顾客 以些微差距躲过了撞击 便停在货车前方的白色收旅车 就没那么幸运 惨遭波及 后车厢被撞得凹陷变形 而车主夫妻始料未及 想买个伴手礼回台南 竟遇上天外飞来的横货 其实跟货车还有一段距离 我在里面听到我在玩手机 就蹦了 整个手机又灰走了 我以为是什么事啊 你的货车箱玻璃也都破了这样 对 破五面 另一名受害者货车司机则表示 车上大约有36栏市家 每栏约50台金 总共1800台金 价值将近9万元 现在全数报销都不能卖了 至于修旅车夫妇 没买到市家 还得要先修车才能回家 而详细的照须原因 还有待警方调查离经 继续下长会 台湾雷香报道